能不能往生 完全是幸愿之有 欧耶大师告诉我们 真心切愿 你就取得往生的条件 生到极乐世界 品位高下 在你念佛功夫的身前 念佛力度 居足 居足三虎六虎 居足三虎六度 居足十大愿望 这叫功夫 这佛号里头有这些东西 这个功夫要深 不在乎念佛多少 在乎你放下多少 你成就多少 在乎这个 二 成就你的六度万恨 成就你无量功德 那么这些道理 如果懂得 一句佛号够了 圆满居足 海鲜老后生 年了九十二年 他活了一百一十二岁 二十岁出家 似乎教他这句佛号 教他一直念下去 他九十二年没有改变了 真听话了 真用功啊 没有咋念 那他要不要听金 要不要送金 不需要 那他万民放下 就是一句佛号 读书千变 七一字箭 得开悟了 他在这一句佛号上 首先得功夫成品 大概要多久 三年够了 再提升四一心不乱 有个三五年 他就到了 再向上提升 礼仪心不乱 礼仪心不乱 就是明心见心 就是见心臣服 我看他的光地 细心观察他 他的四一心不乱 应该在三十岁左右 礼仪心不乱 在四十岁左右 礼仪心往生极乐世界 生十抱状怨 真的是花开见佛五神啊 啊 那个无神是什么地位 大臣尖叫上佛长寿 七地以上 无神人 七地菩萨下品 那这叫功夫 我们有啊 我们可以做到啊 要努力 要努力 无神是 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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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